這次讀經是詩篇十九篇 今天選這首詩歌與這個有關 就是《無言無語無聲的讚頌》 我們一起讀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 窮倉傳揚他的手段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 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 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他的良大通遍天下 他的言語傳到地極 神座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 太陽如同新郎出洞房 又如勇士歡然奔怒 他從天這邊出來 曉到天那邊 沒有一物被隱藏 不得他的熱氣 這裡說到諸天述說神的榮耀 就是天地賣物都說出神的榮耀 傳揚他創造的奇妙 窮倉這個太空 傳揚他的手段、他的作為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 這日到那日傳出知識之下 在無言無語 在第三節說到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就是神那種創造的奇妙傳遞出來的 我們看到天地萬物 看到我們的身體的奇妙 看到神創造的宇宙的美麗 那種設計 其實就是看蝴蝶翼的設計 那些小鳥的美麗的設計 每一種生物有它的特點 如何生存 如何能夠有它的方法 能夠找到食物 是非常奇妙的 每一種東西都很奇妙 並且是互相相連的 例如有些小鳥的季後鳥 它飛到那裡 剛好某些魚就在那裡生卵 在那裡 那些小鳥就在那裡找到食物 然後又去到另一處 又有另外的食物 但是因為人類破壞這個世界 所以有很多生物就不能夠生存 因為它去到那裡 已經沒有以前的食物 就變得很有困難 但是我們看到神所創造的 都是雖然沒有言語 但是發出神的智慧和知識 讓我們真的知道有位神 它叫糧 糧的意思是糧度 即是律師 糧度尺 整個天地是糧度的 祂的言語傳到地極 祂的說話傳到所有的人 然後神就安設太陽 形容太陽 好像新郎出洞房 很歡喜 勇士歡然奔怒 然後祂發出的熱力 沒有一件事是不得到祂的熱力 亦是因為這個熱力 所以我們能夠生存 能夠這個世界維持 如果太熱我們就熱死 如果不夠熱我們又冷死 然後下面我們一起讀 第七節 耶華的律法傳避 能騷醒人心 耶華的法度確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華的憤慈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耶華的命令清潔 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華的道理潔淨 傳到永遠 耶華的典章真實 傳言公義 都比金子可善無 且比極多的精金可善無 比物甘甜 且比風防下滴的物甘甜 這裏說到神的律法 亦包括祂的話語 因為律法如果是俠義 只是說到神吩咐我們遵從的地方 廣義就是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傳避是完全的 能騷醒人心 你看神的話語 神就更新我們生命了 祂的法度是確定的 是堅定的 能夠使愚人有智慧 就算一個愚蠢的人 信靠耶穌可以有智慧 祂的憤慈 祂吩咐我們的命令 是正直的 能夠快活人的生活 是令人開心的 耶華的命令清潔 能夠明亮人的眼目 讓我們看到什麼是美善 什麼是好的東西 耶華的道理潔淨 潔淨的是乾淨 是聖結的 傳到永遠 耶華的典章真實 傳言公義 祂的吩咐 祂的話語 祂的律例 是真實 是公義的 而且比金子更加可羨慕 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 就是有多少金 都不及於有神的話語 有神的應許是極度的美麗 比蜜金甜 且比風防下滴的蜜金甜 就是神的話語 可以滿足我們的心 我們祝福神的話語 便會平安又喜樂 然後第十一節 況且你的牧人因此受警戒 守著者身邊有大想 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 願祢赦免我隱然未現的過錯 求祢難阻撲人 不犯任意妄為的罪 不容這罪核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我的盆石 我的救贖主 願我口中的言語 心裡的意念 在祢面前蒙月立 詩篇十九篇有三段 第一段就說到創造 第二段就說到神的話語 第三段就說到 我們怎樣被神去警戒 提醒 這裡說到你的牧人 因此受警戒 神的話語警戒我們 我們遵從神 就有大的賞賜 誰能知道自己的錯失呢 誰能夠懂得自己的罪 懂得悔改呢 願祢赦免我們隱然未現的過錯 這裡說到我們隱然未現的過錯 有時我們有些罪不知道 我們得罪人不知道 我們煩惱不知道是罪 我們都求神赦免我們 我們不知道的罪 求主赦免我們 亦都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罪 尤其是難阻撥人 不犯任意妄為的罪 這裡說到一個形容 就是隱然未現 另一個就是任意妄為 隨意的 想罵人就罵人 想發脾氣就發脾氣 想猛爭就猛爭 想煩惱就煩惱 這就是任意妄為的罪 求神幫助我 不要讓罪核製 任何罪可以控制我們 但我們聽神說 就不讓罪控制 而是說我的盆石 我的救贖主 我願我口中的言語 心裡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越立 就是我的說話 和我心想什麼 有時有些人外面就愛耶穌 但裡面就不是愛耶穌 心裡的意念 都蒙你喜悅 我們的說話 意念和行為 都得蒙神的喜悅 這就是詩篇十九篇 其實我們每次讀這些聖經 大家可以回去再留心讀 再分析 再去思想 再去形容 我們有沒有隱而未現的罪呢 有沒有任意妄為呢 有沒有觸實神的懷疑 叫我們的心快活的呢 有沒有從神得到喜樂呢 我們都從這個經文去思想 我們都說過 因為我們一聽神話 神就歡喜 所以我們可以歡喜快樂 好 好 下火 順命 二人 二人 五人 四人 三人 一人 四人 四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